68岁的王湘成是河北省保定市,清远区白团北街村人。 王湘成是一位木匠,他用红酸枝打造了十几套微型老物件。 当地时间2月25日,记者在王湘成家看到, 这些老物件大多是按照1比8的比例打造的。 每套包括梨、风箱、马车、纺车、织布机、石墨、小推车、石碾子等12件。 说起制作微型老物件的原因,王湘成说, 有一次他收拾院子,看到家里有许多废弃不用的老物件, 现在已经不再使用,但是扔掉又感觉可惜。 王湘成告诉记者,做微型老物件并不容易, 他常常为了找样本四处奔忙。 为了找织布机的样机,他专门去了趟顺平县, 骑着摩托车在山村里找寻。 几经周转,他在异县狼牙山武装式纪念馆找到了织布机样机。 往乡城所作的老物件,从大框架至细微处遵循仙人技巧。 因此,他常常要出门去五窑村看石墨,去染装看小推车, 骑着摩托车去廊房购买红酸织木料。 微型老物件上面的铜件都是他自己锻造的。 就是有点制作吧,做每一件都必须百分之百的难做, 他的约性而去做。 所以说吧,他就有点吧,挺不容易的。 随着年数增长,王乡城不再动手制作老物件。 他一共做了十来套,一套留给北京一家博物馆。 他目前,手头剩下的几套,准备几套留给子孙。 就当给孩子们留点念想。 王乡城希望,能够带着这些老物件参加一些展览,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。 并不是为得多少金钱,要为金钱吧, 也就做不了这个。 给那个后辈人们留点纪念,传上点古文化。